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储随良的风格的也没有什么新意 基本上还是百分之百的忠诚于储随良 我们说的这个名字的时候需要和大家说一下 储随良这个随字就是这个字 当然大家都很熟悉 我们再顺便说一下 就这个随字 应该念随 正式翻译念随 但是前辈书家呢 到我们这辈人还是这样 非常习惯的跟他念储随良 这样 所以大家知道一下是习惯 就不要这个 对我这个发音呢 在怀疑我 或者是不认识这个字什么的 知道他念随 但是习惯性的念随 这个我们先说呢 储随良本来写的就好 这个学习他是绝对没有错误的 但是呢 由于这个储随良的这个字体呢 相对于啊 欧阳柳照呢 陌生一点 包括于世南 这和欧阳荀呢 他们都是同时期的人 但是呢 欧阳荀现在就备受冷落 现在储随良呢 倒是应运而兴 是这样 对的当红 没有错误 但是呢 我们就说应该呢 这个这个同步的 对这几个书家呢 都应该提倡 不应该呢 广是提倡储随良 或者是于世南 这个冷落欧阳荀 或者是相反的 也是不对的 我觉得是这样 那田老师 您刚才也提到了 储随良和欧阳荀 是同朝代的人 同是唐代人 对吧 对 那从您的观点出发 这二人的书法水平 书高书低呢 我们真的是 很难说出他们 谁更高出一筹 基本上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或者说是在伯仲之间 在唐朝是有初唐四节 这个初唐四节 这个初唐四节指的是师界有四节 对 书法界有四节 比如说说到楚随良 还有欧阳荀 于世南 薛记 这四个人呢 作为书法界的初唐四节 那么这个初唐的时间呢 主要是在李世民前李渊到李世民后高宗李治 这段时间一般都记作为这个初唐时期 那么这个师界呢 那就洛宾王啊 王博爱等啊 这四个人 也称为师界四节 其实呢 总是用四字来总结 往往是中国人那种习惯 你说除了欧阳荀 于世南 楚遂良 薛记 这四个人之外 就没有和他们水平相近呢 其他的这个这个书法家吗 应该有 比如像孙国庭 像那个这个陆简芝 啊 等等 比如说 历史上总是以四字排列 比如书法方面 就是什么中章西线 欧阳柳诏 苏黄米塞 称铁翁流 习惯性用四个人来总结 其实在四个人之外 和他们水平相近的都有很多 啊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知道一下 这是一种习惯的 那么我们所说的出汤四节 不只是这四个人 还有很多高水平的人 嗯 这是我们要说的一点 说到第二个方面呢 呃 我们就要谈一谈呢 虽然是欧于楚穴 这四个人 呃 基本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在伯仲之间 但是对后世的影响大 是欧阳勋 嗯 我们必须把这个呃 事情的客观性说清楚了 就是客观水平是一样的 但另外一个客观事实 就是欧阳勋 比于诗南楚穴梁 后来的这个影响 要大得多 啊 比如说呃 我们试成欧体 或者言体流体 但是我们不能说有楚体 有语体 当然你就这样说的话 也没有也没有错误 但是习惯上 一般的是 你写什么 这个学谁呀啊 网上说我学楚穴梁 嗯 要问他你写什么体 你很难说我学楚体 这个在呃 一般的讲 这么讲的人少一些 很少听到 比如离北海 写得非常好 嗯 当然听到你说 我学什么字体 我学赵体 大家都知道赵木福 你要说学离体 大家就很可能 很不一定能想到 是离北海 是不是 这是也是个习惯问题 但是应该说 影响大是欧阳勋 他的这个书法 后来称为万事的极则 万事学习书法的极则 因此呢 我们说清这个客观事实 也同样说明 实际于是难 楚随梁的水平 嗯 并不低于欧阳勋 他们真的是在 一个水平线上 嗯 那么最近我在这个 上网浏览咱们 这个网站的帖子的时候呢 发现有位网友 提出这样一要求 希望田老师啊 能够在节目当中 呃 讲述一下 楚随梁的奇人奇书 您看 田老师能不能满足 这位朋友的要求呢 哎 现有我个人的水平问题 能知道多少 就说多少 我们谈到这个楚随梁 因为他是现在 呃 当红 所以我们呢 把他呢 向大家介绍一下 另外 也是咱们的节目当中 提前呃 这个预计有这么一个体 就是每日一体当中 应该谈到楚随梁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在历史上 是一个举足轻重的 一个大人物 不管是从书法方面 文学方面 政治方面 思想等等 各个方面 都是一代宗师 后来也有人这样 评价这个楚随梁 说他和于世南 欧阳荀呢 还不相同 于世南和欧阳荀 是经过随朝 又到唐朝 啊 那么也有人说 他们主要称书期 是在随朝 有人说他们是随朝 书法家的代表人物 那不应该把他们归纳在唐朝 也有人说呢 因为呃 于世南和欧阳荀呢 这两家呢 他们的很多的称功作品 都是在唐朝时书写的 因此呢 还是把他们列为 唐代的这个著名书法家 啊 那么 楚随梁呢 他年岁比于世南和欧阳荀 都小了将近四十岁 啊 是晚辈人 所以他主要的生活时间 呃 是在唐朝 或者说在初唐时期 因此 更具有说 他是唐代书法家的 代表人物 嗯 这么说法 也有道理 啊 但是这些个 不是原则上的问题 但我们现在 既然把他们说的是 初唐四家 就得略加一点分析 就是 学济呢 名声 水平 都略低于他们 所以 很多书法界的朋友们 不知道学济这么一个人 是吧 因为这个学济呢 是直接学楚随梁的 学的也非常到家 写的也非常好 啊 所以呢 也经常提到学济 啊 但是 他的水平和影响 都不及这三个人 因此 初唐四家当中 我们也分出来 这个这个 有高低之分吧 嗯 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 那么我们现在呢 呃 向大家简略的 介绍一下 呃 楚随梁的平生 嗯 啊 楚随梁是河南人 祖居河南 当他生在昌安 祖居河南 所以 呃 世上经常称他为 楚河南 啊 就是 以这个地名 称呼这个人 比如说称呼 欧阳巡 欧阳渤海 啊 这也是 呃 跟他的官知 呃 以及 这个这个 呃 或者说他的冤姬 等等都有关 比如称呼董契昌 董华亭 称呼赵孟 赵吴兴 等等 这非常多非常多 我们大家知道一下 另外 还有时候 这个 书论当中的 直接写两个字 灯善 灯善 灯高的灯 善良的善 这是楚随梁的字 楚随梁呢 字叫随梁 呃 实际上他的 呃 名字叫随梁 是字叫灯善 啊 所以有称呢 楚灯善 大家知道一下 这都是在说楚随梁 楚随梁呢 他这个 在 年轻的时候呢 就 也很有名气 文学书法方面 呃 都有高 高水平的表现 特别是他的父亲 楚亮 啊 楚亮 楚亮 楚亮这个人呢 在隋代为官 后来又在唐代为官 是两代名臣 而且文学水平相当之好 啊 这是和欧阳荀 于世南 都是同朝为官的重臣 而且在学养上看 也不低于欧阳荀和这个 于世南 这是我们要知道 这是楚随梁的父亲 但他父亲的年龄 就比欧阳荀和于世南 要小一点 因为欧阳荀呢 出生在公元557年 那个 于世南呢 出生在公元558年 比欧阳荀小一岁 那么 楚随梁的父亲的楚亮呢 是生于公元560年 比欧鱼呢 都略小一点点 那么楚随梁的出生时间呢 是公元900 公元596年 公元596 死的时候呢 是公元659 实际上活了63岁 但是关乎到 他这个生族年的问题呢 史书上略有一点点不同 就有说他活了64岁的 有的说他活了63岁 一岁之差 也无所谓 楚随梁的寿命 要比起欧鱼二家 都要短 因为那两个人 都活了80多岁嘛 这是我们大家要知道的 但是楚随梁 在做官以后 受的坎坷太多了 他们三个人不同在哪呢 于世南是一生的 走顺风船 特别是到晚年 唐太宗对于世南的重视 那是不得了 对欧阳荀呢 就相对来说疏远一些 欧阳荀少年的时候 又孤寒 又是家里边被超被害等等 与欧阳荀有很多的坎坷经历 楚随梁的官职远远高于欧鱼二家 那么楚随梁做过什么官呢 他官高到最后是中书令 或者后来又到了这个又蒲叶 又蒲叶 即使到这个高宗年代的时候 他的官位啊 应该说是总领百官 至理万事 日理万机的首席宰相的位置 楚随梁 官高觉显 应该说是位牙白辽 和他呢 另外一个重要身份有关系 他是唐太宗的顾命大臣 这个顾命大臣什么呢 就是唐太宗在临死的时候 把自己的儿子 包括这个皇后 都拜托给这个楚随梁 叫顾命大臣 因此楚随梁的位置 到了高宗年代的时候 就是李世民的儿子 高宗李治 在做皇帝的事件 那么楚随梁 是到了权力最大的时候 因此楚随梁在政界的功劳 远远高于欧语二家 我们是这么解释的 然而提到了他的不幸 也是因为他的职务太高 另外一个呢 他遇到这么一个 并不很景气的这个皇帝高宗 我们知道 在唐太宗年代的时候 楚随梁就非常的受处 官高到了中书令 那么楚随梁在开始起家的时候 是经过几个人的推荐 比如说魏征 对他的大力的推荐 于是南欧阳勋 都在推荐这个楚随梁 但是有人说 是不是推荐他的书法 不是的 书法好 在唐朝书是可以 这个以书取士的 但是到了最关键的时期 不能拿书法来代替政治 代替了其他的文采 治国的才能 所以楚随梁在这个 唐代时期的时候 他之所以这么样的受宠 主要他是治国的才能 我们虽然知道 在当年都很重视书法 但是不可能说 在百官当中 咱们看谁字写的好 谁字写的好 谁来个宰相当当 这是不可能的 最后还是看治国的才能 在这一点上 他比起于是南和欧阳勋 更为突出 当时魏征在推荐他的时候 主要是推荐他的这个才华 那么同时呢 魏征呢 知道唐太宗呢 非常喜爱于是南的书法 于是南死以后 特别推荐这个储岁梁呢 也跟储岁梁的书法好 也有关系 但是这个彼此的轻重关系 我们必须弄清楚 那么他在太宗李世民在位的时候 那么他很多的意见都被太宗采纳了 而且汤太宗这个人呢 就是特别在历寺的时候 就是费立太子 康太宗十四个儿子 这十四二当中的长子就是称前 应该立太子继皇位是他 但是太宗呢 后来发生犹豫 当然这有很多复杂的过程 我们世间的关系 就是说最后决定立晋王李治 第九个儿子高宗李治的时候 是由储岁梁的意见 储岁梁特别提出来 要立晋王李治 因此呢 李世民就听了他的意见 这都是国家最关键的事情 因此选这些重臣来参与意见 储岁梁是当时的一个 坚决支持晋王高宗李治做皇帝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大臣 那么李世民就听了他的意见 这样李治就做了皇帝 按理说 李治应该对储岁梁 特别的感激在各方面后众后代 这个储岁梁 但是事情呢 却不尽如人意 尽管高宗也想这样做 但是高宗的那个这个思想修养和治国才能和比起这个李 李世民来那差的太多了 特别是关于武则天的问题 最后储岁梁就倒霉在这件事上 储岁梁在58岁那年吧 或者是这个事业准不准 我们在有待考证 就是正好要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娘娘也就是皇后呢 是王氏 也就是说是李世民给李治娶的媳妇 可是高宗李治因为把这个武则天立为昭仪了 从财人啊 然后册封为昭仪 这已经就引起很多大臣们不满 然后又要废除王皇后 改立武皇后 这就更遭到文武百官反对 但是一般大臣敢怒不敢言 就在这个事件当中 有几个重臣 比如说昌安令叫裴行俭 比如说元旧叫长孙吴继 包括楚岁良 这一杆老臣坚决反对 但是在要反对的时候 那么高宗李治也要征求 这些顾名大臣们的意见 他要是要走走形势 但实际上他已经下了决心了 一定要把武后立起来 就在这个事件当中 楚岁良看到问题的严重 就私下和这些个一杆老臣们 就是冤勋们 大家在一起商议 就说逆之必死 谁要想表面是跟你在商量 那么你只有支持 如果你坚决反对 那你死定了 楚岁良赶到这点 就说逆之必死 于是他找到长孙吴继 裴行俭等等这些个冤勋们 他说 他说你们啊 千万在这座金庭上商议事情的时候 你们不要距离力争 你们不要表态 由我来说 因为如果皇帝生气 把你们都给杀了 有杀功臣元老之罪 皇帝如果把你们杀之后 在世上给他名声不好听 大家请听啊 楚岁良面临着死亡 自己去赴唐老虎去死 去保护别人 而且重点是保护皇帝 明明知道自己要被皇帝杀 而且让皇帝杀自己 不要杀别的老臣 因为杀了别的老臣 老臣没有功劳 要杀害功臣的话 那皇帝是有罪责的 那在世上 那个天下百姓会嫌恨皇帝 那么杀了我呢 自己说我空有虚职 我没有立过汉马功劳 杀了我没有关系 我来去 就是当面和皇帝 就是力争 力见 说到这儿 我们必须提到一句 在封建皇帝当中 封建社会当中 真的是这样 无死战 闻死贱 五官呢 就是死在战场上 无死战 闻死贱 因为你要向皇帝经常建奏 或者是这个提反面意见 很多的温官都死在这个上面 只有在李世民年代的时候 他是对于好的意见 从来就从见如流 这在历史上像李世民这样一个瑞士英主 没有第二个人 别的人都听不进反面意见 那么丑随量也赶到了 高宗是听不得反面意见 但是自己一定要站出来 要面折庭争 这就是这么四个字 就是我当面 我跟皇帝来这座争论 我要在金庭上和皇帝 这座距离力争 他要做了这个准备 但这种准备 在李世民年代的时候没有关系 那魏征他们经常犯言之见 包括楚瀉良 犯言之见 汤太宗每次都接受他们的意见 只要你说的对 而且汤太宗李世民 还特别这个明辨是非 你无管态度都不好 他知道你一件说的对 他要是知道 哪是忠臣哪是奸臣 对是非弄得很清楚 所以 他往往能够从善如流 但是反过来 李世可没有这种血压 那么楚瀉良就做了 以死相拼的这种准备 那么简单说 就到了金庭上 面对面的 长孙无忌他们都在场 包括裴行俭都在场 然后楚瀉良和高中有一场血的较量 各位朋友你们好 欢迎收看每日一字 朋友们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怨字 这个怨就是庭怨的怨 怨落的怨 我们用楷书先演示一下 这个字的基本血法 我说我他们在干净的怨字 我准备下来 我看你走 我看你走 最近看你走 你走 那你走 我看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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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致命 我看你走 我看你走 这个院子啊 这样写就是个规范字 而且呢 在古碑帖当中 也很少见到其他种写法 基本是统一的 我们先把这个字的解体 跟大家说一下 练字啊 我们当这样说呢 好像不像个学术语言 但是呢 这样说大家容易听得明白 就是把这一个字的里边 很多的部件或者是零件 都要写好 然后再组合 比如说 这个左耳旁 这得练习 这是基本功 左耳右耳 右耳就更难写一些 右耳和左耳的在 常识上不大相同 比如说 写这个左耳的时候 注意 这要短 笔顺 先写这个 然后再写这一竖 是这样 只要把左耳写好 这是一个基本功能 右边再写这个丸子 注意 这一点不应该低于左方 基本是这样 至少是平行 这一点不要长 正好是在这个左耳的这个空档这个 这个缝里边 加上这一点 显得就不拥挤 然后 这个宝盖 也是个基本功 要写好它 然后再写下方这个圆子 这两横 第一笔 一般做个点状 显得它呢 有层次 然后下方这一撇 要注意 些饱满 这是主笔 最后 在前面的节目当中 我们反复地交代过这个树翻钩 这一笔 在书法用语当中 把它称作为叫养涕 养 辅养的养 养涕 涕就是走自一个宅 但钩讲 就是养钩 把宝盖 下边的这一拐弯 叫辅沟 也叫辅涕 所以这个字呢 在写它的时候呢 这几个部位 首先要写好 比如说宝盖 这要写好 原字 单写的时候 这笔是短横 两行都不长 第二行稍长一些 皮尔纳放出来 是这样 所以 一个左边的 这个双耳 上面的宝盖 下方的圆子 这都要过关 把这些点画 这些结构都弄好 然后一点点组合 单写一个丸子 难度不大 我们单写一个丸子 大家看一看 单写一个丸子 难度不大 但是加上 左边一个双耳 你就感到它 容易互相拥挤 尤其是上方 左耳和上方 宝盖的左边这一点 容易发生冲撞 所以安排它 要有次序 显得不拥挤 这样 这样就有了一定的难度 我们再完整地写一遍 这个字 稍写大一点 大家看 注意这是基本功 下方这个勾 能挑出来 内渊外方 很清晰的 这不是十次八次可以解决的 要不计次数的 反复的锤炼 我再斜遍大家看 到这儿 这种勾 看来很轻巧 实际在练习过程当中 是很艰苦的 然后说 左边这一竖 注意看 不要太粗 但是要交代的清楚 要有力量 要挺得住 这个字 而且这一竖笔 稍稍像左倾一点 无管粗细 它必须是起到杠杆的作用 有力量 不能犹豫 速度太慢不行 速度太快又不行 好的 我们再完整的写一遍这个字 这个左 最后这个收笔 左起右靠 从左边起一下 往右边挥风 这个转折说 一定要快 注意看 要快 就是 要起之前是慢的 形体比来是快的 然后这个地方 是短一点被好 把这笔 相对放长一些 伸出来 因为左方有地步 就要伸出来 起这钩时候 也是这样 慢一点起 看 到收笔数要快一点 如果它再不快的话 就容易出现一个肉嘎的 所以哪快 哪慢 这就叫节奏 节奏不一定都是快 所以现在经常说的快 节奏 这是一句秘语 节奏 不是快慢的东西 是有快有慢 这样是一个 有次序的 快和慢的 这个调整 这叫做节奏 好 我们最后再给大家 完整的写下这个字的凯数 就保账不要太宽 因为下方要放出来 所以上方就要稍收缩一点 是这样的 好 看一看这个字的新书写吧 我们先演示一遍 这是这个字的新书写法 新书在写左耳的时候 往往不再有中间那个转折 就是 注意一下 这样写的这个过程 就是 这个弯一般都减略掉了 好像是个单耳一样就过来 为什么不再拐个弯呢 因为拐不拐 也不容易混淆 作为双耳 在右旁 和单耳 有两种写法 但写的左旁 没有单耳 都是双耳 所以左旁的这个 这个耳 就不用再写成一个双耳 就直接就能看清 就这样过来 就可以了 再看一遍 就可以了 但是笔顺也应该是这样 就不用再写成这样 不必要 仍然这笔注意 是要有力量 虽然稍稍往上挑一点 但这个过程是要有凯书基础的 这笔 然后点这个点 在星书当中 这个点往往都是一种歪斜的 所以这个点也是这样 歪斜的点 然后这样过来 注意看 这一笔不再是锐皮 应该是个钝皮瘦 然后右边 跳起来 再看一遍 是这样 不管是楷书 还是星书 就单说这个丸子 在写的时候 宝盖相对要小一点 因为下方要放出来 如果上面写这么宽 底下也写这么宽 显这个字 二者重叠 因此宝盖缩小一点 变窄一点 把下面放出来 这就是层次 是这样 宝盖上方有两种写法 一种就是这样 点点 一竖 实际也是个点 这是星书的写法 一种是两点之后 这笔写法之后 直接这样过来 再看一遍 有这么两种写法 至于中间这个地方 在单写的时候 是不是必须在哀声 不一定 也可以就这样过来 在楷书当中 写这个 这个宝盖的时候 这是要出来一点 在星书写的时候 就不再拘泥这一点 出来不出来 都不重要 好 再看一下 这个字 星书的 完整的写法 仍然这笔要有力量 楷书的这个沟 和星书 草书 都不相同 三个体式 各有各的写法 那么我们最后看一看 这个字的草书写法 草书的这个 左旁的耳 简单到这样 一笔两单 直接就过来了 然后再看这个丸子 右边这个丸子是这样 然后这样 先分清这几个层次 然后再联系到一起 这个地方 也可以不用这么多优思 有也没有关系 也可以直接就写成这样 注意看 草书的这个沟 是这样画过来的 不是这样起来的 更不是楷书 这样一点点的 这样起来 也不是 所以凯兴草 到最后 这个点画书 有明显的区别 再看一下 这个字草书的写法 再看一遍 所以单写丸子 大家就会写了 就知道是这样写 比如说完整 当然这个整子 已经变成新书写法 大家知道 会让大家看清楚 丸子是这样写 最后大家再看一下 这三个字的 这个院字的 三种书体的 这种演变 啊 心书 草树 好的 今天关于这个院字的三种书体的介绍 就暂时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